年宝没打地呀 来 从这来 看看 看看 周晚休息的还算不错 月儿姐呢 把米饭呢也闷好了 兵哥现在起床 喊大家熟熟熟的 一会就能吃早饭 来 师兄你也吃饭 干啥年宝 口粮里没有鸡蛋呢 那也不能老吃鸡蛋呢 这家馋的 月儿姐给他放了狗粮 他也不吃 小弟赶紧吃饭 去啊 吃饭 不吃饭 你那上午就饿着你啊 我也得起床了 再看看我们这几台车昨天造的 这把盒真是用了万亿的话了 不到西藏 不洗车 这他的车你看后面 他的卡通图案都都看不见了 啊 每个车造的都跟泥猴似的 阿彪多少岁怎么样 我看你这样你也没有狗反的表现呢 这菜也热好了 第二节也开始盛饭了 这还有个小咸菜 这还有个小咸菜 一个小咸菜 一个大炖菜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早餐 早餐 也算丰盛是不是 可以可以 太行了 吃饭中了 好嘞 方正小队啊 每个人竞争状态还是不错的 九个九嫂 九嫂说昨晚上反应了啊 昨晚上难受了 后吧 四十大反应了 九哥也没事 啊 睡觉了 睡觉一翻身好像都没受 二姐昨天晚上难不难受 不难受 没有啥反应吗 没反应 我这一发现 事实论证 这女同志 批男同志扛劲了 咱俩小 样也没咋地 昨天 我一直让他先进来 小事没有 你昨天晚上难受了 昨晚上就翻身 没难受 就是一翻身好像就放在这上 那我还行 昨天晚上 我昨晚上没事 这晚饭怎么样 骂事没有 骂事没有 这可以 这可以 行 一人落晚饭 多吃点菜哈 吃完 继续 继续烘肉摊呗 吃了 我就说他这么少 他已经吃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 冰临城下 冰哥带你 游天下 黄的小队呢 目前仍然是在 三十里营房的 房车路用点 简单的修整 早上起来 早饭过后 我们呢 一会儿就要继续出发 今天的目标呢 是 洪柳滩 那么他呢 现在离我们这里的位置 大概是 120公里左右 他的海拔高度呢 是 4200米 昨天晚上啊 我们每个人 都不同 程度的出现了高反的 症状 但是呢 问题都不大 都能克服 也没有给大家 带来什么影响 那么一会儿呢 收拾一下 我们就准备 继续出发 走喽 我们要继续出发 小年宝 我们要出发啦 红柳滩 我们现在到达啦 我们现在到达啦 红柳滩 这是这里面的唯一一个加油站 在进当之前呢 一定要在这里把油加满 因为明天呢 我们要面临的将近 三 400公里的无人区 所有的车呀 油都得全部加满 出来加油站呢 还很好 门口啊 有一个水管 我们在这里啊 还可以把水都补一下 因为明天呢 毕竟是370公里的无人区 所以说 油啊 水啊 包括各种鸡啊 一定要 带泉 九嫂说今天立休 一定要安排个大骨 你看燕姐洗的衣服 哇 干东西 掉了 外面的风啊 特别大 因为我们明天呢 就要正式进入无人区了嘛 本来啊 是晚上准备做饭的 你看这种情况 饭也做不了 那么就是 一个车上 送一块大骨头 两个鸡爪子 多少 十里秋了 要不就不做了今天晚上 抓秋标吧 嗯 抓秋标哈 得吃点 找的吃肉 好 这是鸡爪子 一个人俩 对啊 翻好了 各车都有微波罗一微 通愿一打吃打吃 愿就方便了 就各路方便了 对啊 我这么凉吃 我觉得就可以 你愿吃凉了 嗯 怎么打不开了 这方便的 一人俩起爪子 一人俩起爪子 一块大骨 我好多牛啊 自己拿我的热吃 对 赏秋标 哎 好 然后送去 好 这是万一和 欧姐的 对 大骨头 对 我就搁手吧 行吗 我刚起来 行 哎呀 好 来 这一块 大的给万亿 这块给万亿了 好 那咱咱咱那咱 嫂子那块没有微波炉 咱俩一起 对对对 对 对一个万亿一个 可以说一个万亿一个 五个车里 没有微波炉 就在我们车里威一下 就可以了 这几个给九嫂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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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这个 那大骨头热了 等会煮点青菜里头 我俩就碗块啊 哎呀 二姐也挺厉害哈 还能吃到这个 这叫小白菜 对 隔冰箱冻的 一会呢 就放到那个大骨头里 一热就行 黏汤 带骨头 这个鸡爪子 我就不热了 我爱吃凉的 再看看 这黄黄面 全都涨大 看看 看看 看 让它煮黄黄面的 再给找个块好一点 行 这块不大好吧 这块吧 行 咱俩留三块呢 咱俩三块呢 三块三块吧 九嫂的米都不一样 小冻白菜 还有冻白菜呢 我给它装点 这样白菜呀 东北经常 这么吃 这叫冻白菜 九哥 来 你把那大骨头 跟菜做面面的 今天自助餐哈 那一块就够了 两块 我俩就三块 我俩还三块呢 拿完了 分完了 那白菜有点冻 用手的再换一换 冷水的 反正也行 好 今天的晚饭省事哈 简单 简单 把所有的 肉啊 菜呀 后面呢 都已经分别到割车 我说一边姐呢 晚饭 已经做好了 这是 两个骨头 搁点这个冷冻菜 这还有鸡爪的 也挺好啊 本来啊 说今天 就简简单单吃一口就行了 但是一想 毕竟还是个丽丘 所以说一天又 发了点荤菜 这样也挺好 吃完饭呢 我们能好好的 休息一下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丁哥这期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今天呢 我们大家的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 大概九点左右就要出发 那么从我们现在的驻车点 洪柳滩 到明天我们的目的地 西藏境内的 多马乡 大概是三百七十公里左右 那么呢 这其中全都是无人区 初中呢 没有加油站 没有修车点 更没有补给 所以说呢 我们要 做好充足的准备 无论是 精神状态 还是车上的硬件 那么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的关注 更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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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